第七章,以弗拉维亚女士为例,说明挥霍财富使人心完全败坏,并使人生充满各种卑劣、荒谬的欲望。 我们已经谈过,我们花钱或处置财产必须谨慎、敬钱,因为花钱的方式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。 我们在这方面是智慧还是鲁莽,决定了整个人生历程是充满智慧还是充满欲望。 有些人对宗教报积极态度,并且在领受敬钱的教导时感到喜乐和满足,但他们常常不明白为何自己在渴慕的敬钱方面果足不前。 原因在于,宗教只活在他们的头脑中,而他们的心被别的东西占据了。 因此,他们年复一年羡慕和赞扬敬钱,却从未真正领悟敬钱的真谛,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。 倘若要问宗教为什么没有控制他们的内心,原因不是他们活在滔天大罪或声色犬马中,而是因为他们轻率地使用那些本身正当的东西,因此他们的内心常常被这些东西占据和扭曲,并因而处于一种错误状态中。 使用和处置自己的财产确实无可厚非,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部分生活有什么危险。 他们从来不思想,尽管法律允许他们虚荣轻率地处置财产,尽管这种行为不会像大罪那样毁灭他们,但这种行为会严重扭曲人心,让人喜欢肉体的情欲和无聊的事,以及各种助长骄傲和虚荣的事,使人心无法领受敬钱的生命和精神。 因为,滥用那些正当无害的东西也能极大的伤害我们的灵魂,使我们无法具有任何美德。 有什么比休憩和安息更正当逆?然而,又有什么比懒惰和游手好闲更危险呢? 有什么比饮食更正当呢?然而,又有什么比放纵肉欲更能破坏各种美德,更能滋生一切陋习呢? 照顾家庭是多么正当美好的事。然而,多少人因为只顾操劳世俗之事,永不停歇,因而无法具有任何美德。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正当无害事物的过程中缺乏敬钱和严谨,所以宗教不能占据我们的内心。 圣洁生活的关键就在于,我们在对待这些事物的时候,应当正确谨慎地管理自已。 宣告信仰宗教的人很容易知道什么是大罪,并避免犯这些大罪。 但他们可能轻率而危险地使用那些本身正当无害的事物。 由于这种行为不会惊动和冒犯良心,所以人们难以察觉其危险。 一个把所有财产用于赌博的男人,或一个把所有财富花在自己身上的女人, 很难相信宗教精神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水火不容。 上面说过,这些人可能并没有过声色全马的糜烂生活, 并且对宗教抱友好态度,甚至赞扬宗教的美好, 暗自羡慕圣徒的伟大。 但宗教始终不能掌管他们的心,不能成为主导他们行为的精神, 除非他们改变生活方式,让宗教约束他们对财富的使用和处理。 一个喜欢服饰的女人,一个认为花多少钱打扮外表都值得的女人, 不会就此而止。 因为这种虚荣肤浅的性情会吸引一千种其他的愚望与之相伴, 并导致她整个人生、工作、言行、盼望、恐惧、品味、好恶、消遣等等, 全部吻合这种性情。 弗拉维亚和米兰达是两姊妹,每人每年有两百英镑收入。 二十年前,父母去世,之后他们就自己处置财产。 弗拉维亚一直受到所有朋友羡慕,因为她善于管理财物, 尽管收入并不算高,却让自己生活体面。 有几位女士收入是她的两倍,却不能总是如此高雅, 不能像她一样常常出现在各种奢华的场合。 她紧跟时尚,只要什么地方好玩,肯定少不了她。 弗拉维亚的信仰是正统的,她积极反对异端, 常常参加教会礼拜,出席圣餐。 有一次讲到的内容是反对穿着方面的骄傲和虚荣, 她觉得牧师在批评陆新达女士, 因为她认为陆新达穿着太讲究了。 如果有人向弗拉维亚募捐, 如果她喜欢这个人或刚好心情不错, 那她会扔给他半克朗或一克朗, 告诉她要是她看见她刚刚收到衣帽店长长的账单, 她就会认为这钱真不算少。 三个月以后, 她听牧师布道提到慈善的必要性。 她认为牧师讲得很好, 这个题目非常重要, 人们必须注意这个问题。 但她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亏欠, 因为她记得几个月之前自己曾经奉献过一克朗, 而她本来可以用这些钱让自己开心一下。 至于那些穷人, 她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说法。 她坚信这些人都是骗子, 只要能骗到钱, 他们什么故事都编得出来, 所以不应该鼓励他们作恶。 如果您看见弗拉维亚多么担心捐错钱, 您会认为她有全世界最敏感的良心。 她购买各种有趣的书籍, 收集所有英国诗人的作品。 因为她说, 如果不熟悉所有英国诗人, 就不可能懂得欣赏任何一位。 她有时也读一读灵修方面的书, 只要书不太厚。 如果很多人称赞某本书风格出众, 语言优美, 她能告诉你哪能借到她。 弗拉维亚非常空闲, 而她又很喜欢文学, 所以她常常躺在床上读小说, 直到中午才起床, 因此, 不用我说您也想得到, 她上午几乎从不灵修。 如果弗拉维亚把照顾身体的一半精力用于心灵, 那她就会成为敬前的榜样。 如果脸上长痘或被蚊子钉一个包, 她会几天闭门不出, 而且她认为那些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人非常粗心。 她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, 总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。 她总把自己照顾得很周到, 却感到还不够好。 因此, 她花很多钱买各种帮助睡眠或提神的药, 治头疼的油膏, 安神的药水, 治胃病的甜酒, 还有喝茶时放的藏红花。 如果您礼拜天去拜访弗拉维亚, 一定会遇到不少朋友。 您会知道最近的时事, 听说最新的讽刺剧是谁写的, 其中谁影涉水。 您会听到本周演什么戏, 歌剧里拿首歌最好, 上次聚会谁出了阳下, 现在流行什么游戏。 弗拉维亚认为那些礼拜天打扑克的人是无神论者, 但只要一出教会, 他就会谈论扑克的各种玩法, 他拿过什么好牌, 是怎么打的, 以及各种玩法的渊源。 如果您想知道谁脾气暴躁, 谁虚荣, 谁是顽固子弟, 谁生活奢侈, 谁欠债, 如果您想知道谁家吵架, 谁恋爱, 如果您想知道贝琳达晚上多晚才回家, 她买了什么衣服, 她多喜欢别人奉承她, 她在哪个地方讲过什么故事, 如果您想知道卢修斯对妻子多么不好, 她在私下说过她什么坏话, 如果您想知道他们虽然人前和睦, 心里却彼此怨恨, 那您必须礼拜天去拜访弗拉维亚, 但是她还是非常尊重礼拜天的神圣性, 甚至有一次把一个贫穷的老寡妇赶出家门, 说她是亵渎上帝的巫婆, 竟然礼拜天晚上缝衣服。 弗拉维亚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过日子, 如果她还要活十年, 那当她三十岁的时候就这样过了一千五百六十个礼拜天, 她将穿过二百套不同的衣服。 在这三十年人生中, 有十五年在床上度过, 剩下的十五年中, 有十四年耗在吃喝玩乐, 穿衣打扮, 访亲探友, 聊天闲谈, 读浪漫小说, 听爱情故事, 看戏, 聚会, 跳舞和打牌上面。 您知道她起床以后, 所有时间都是这样过的, 除了多数礼拜天, 有一个半小时在教会参加集体崇拜。 在精打细算之后, 她将花费六千英镑在自己身上, 偶尔抽几仙令, 几克朗或半克朗用于慈善。 虽然我不能断言弗拉维亚永远不能得救, 但我必须指出圣经里找不到任何依据说她走在得救的窄路上, 因为她整个生活都与各种圣洁性情和圣洁行为直接抵触, 而福音说, 得救的人必须有这些圣洁性情和行为。 假如您听见弗拉维亚说自己一生和女先知亚拿一样不离开圣殿, 尽时祈求, 昼夜侍奉上帝, 您会觉得她的说法非常离谱, 但更离谱的是她说自己努力进窄门, 让福音教义掌管她一生。 倘若她能那样说, 那她也能说她曾与我们的救主在地上同行, 一生效法基督, 结成按照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来生活。 她也能说自己每天给圣徒洗脚, 实践基督徒的谦卑精神。 她也能认为自己是仁义的榜样, 带领许多人和她一起投身慈善事业。 她也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敬前大军的先锋, 一生为真理守望, 舍己奉献。 她也能说自己靠双手诚实劳动为生, 竭尽全力使自己的人生与上帝的护照和拣选相称。 由此可见, 弗拉维亚贫瘠和虚荣的心思, 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不敬钱、 欲望和虚荣的行为, 全都要归咎于她处置财富的方式。 正是这种错误方式塑造了她的精神, 导致她一生碌碌无为, 热衷于各种无聊之事, 根本想不到什么是谨慎、 友谊、 敬钱的人生。 自从父母去世后, 她每年收入200英镑, 而她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把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, 追求享受, 迎合自己的一切私欲。 正是这种消费习惯, 这种对财富的错误认识和不明智的做法, 导致她整个人生充满轻率鲁莽的精神, 导致她在其他事情上也不能理解什么是正直、明智、虔诚。 如果您见过她多么喜欢戏剧和浪漫小说, 多么热衷于传递丑闻和谗言, 多么喜欢听奉承话, 又多么容易生气。 如果您看见她全身心投入享乐, 成为各种欲望的奴隶, 精通美容和服饰, 对灵魂的事情漠不关心, 总想玩点新花样, 总在期待最流行的表演或时装, 您不用感到意外, 因为所有这些性情都是她用每年的收入买来的。 她本来可能成为谦卑、严谨、敬钱的人, 喜欢阅读好书, 认真祷告和退休, 善用时间、努力行善, 满有上帝的恩典和爱, 可是轻率消费的生活方式, 却培养了一切与之相反的性情。 难怪她使用时间、 智力、健康、精力也像使用财富一样。 正是由于她在财富这人生大事上的错误做法, 导致您在她生命的其他方面看不到任何智慧、 理性或敬钱。 尽管弗拉维亚这个角色体现的轻浮性情仅属于少数人, 但很多人能从中吸取教训, 在弗拉维亚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 因为正如弗拉维亚因不合理使用财富而导致人生失败, 同样, 很多人也因轻率享用各种正当无害的东西而缺乏美德、 不够圣洁、为私欲左右。 人们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宗教之美, 是因为他们沉溺于满足肉体和率性而畏的生活方式, 而不是因为他们公然犯罪或赌博酗酒。 人们在生活中罔顾灵修之重大责任, 是因为他们过于恋慕世俗, 而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无天。 倘若这位男士不是如此喜欢摆弄艺术品, 本可成为敬钱之人, 倘若那位男士能克服游手好闲和懒散、性情, 原能明白努力成圣的道理, 倘若您能让这位男士摆脱强烈的好奇心, 或让那位男士摆脱虚假的渴望和满足感, 那么他们就能成为卓越的敬钱之人。 倘若这位妇女愿意少串门, 而那位妇女愿意少说闲话, 他们都会发现宗教情感并非虚无缥缈。 这些事情比起杀人奸淫虽是小事, 但它们也是大事, 因为它们阻碍人成为圣洁, 使人无法具有敬钱精神。 因为思考是灵魂的眼睛, 人必须认真思考才能认识真理。 所以, 凡是让人思想庸俗, 心态轻浮的东西, 都是灵魂无法认识, 理解, 体会敬钱教义之美。 因此, 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增进敬钱, 那么我们不仅必须憎恨各种大奸大恶, 而且必须约束一切正当行为, 用谨慎敬钱的原则 规范人生各种普通而合法的活动。